湖南移动前董事长霍行,曾将情妇从座台小姐培养做高管图,看中国记者燕青刘综合报道,近日中国移动湖南公司前董事长王健根因社会罪获行11年王健根的情妇,曾是座台小姐王将其扶持成高管,还共同社会露媒,此前曝光了不少床上培养女干部,的中共贪官聚消香辰报。 6月20日报道,近日湖南省高级法院判定王健根单独或与他人共同收受单位或个人财务,合计1019.7668万元获行11年财,定书显示2000年至2008年王健根扶持情妇张希,从KTV做台小姐变身大学生,再变成企业负责人,并与张希受贿600亿万元。 2000年6月王健根与龙某,拓为信息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李某,去华天酒店唱歌时,认识了27岁的座台女张希,不久两人就确定了情人关系张希。 原教李某后来龙某帮张希弄了张身份证,将年纪,姓名都改了户口,落在湖南隋宁县王健根与张希约会,开房的费用是龙某出的同年8月王健根,把张希送到湖南税外经济学院,读书。 2003年底在王健根安排下,大学毕业的张希到拓为信息公司上班,月工资约2000元。 2004年上半年李某又以他人名义,多造一份工资给张希,并一直发到2009年左右。 累计多发了几十万元2007年左右。 李某在以许玲的身份,开工资,每月多给张希七八千。 两张额外的工资卡,在张希离职后,仍然继续发放。 累计会入超69万2006年。 深圳红照公司股东杨某通过王健根到长沙开展湖南移动公司礼品业务。 王健根让龙某以假公司在湖南移动公司开展业务代理的名义收收好处费。 由龙某和张希平分,同时在王健根要求下,当年张希入职红照科技长沙办事处,并成为负责人后来红照科技成立湖南分公司。 张希也是负责人直到2015年1月其离职期间,王健根和龙某、张希先后收受姚某所送好处费。 550万元报道称巨熙、张希也因贩售费罪获行3年6个月据公开资料。 王健根自1999年,湖南移动创建支出及任总经理,掌管湖南移动11年于2013年。 退兴2015年4月23日被调查,同年8月6日被捕,2016年5月20日被提起公诉江泽民主政时期色情治国带头淫乱。 官场流行床上培养女干部的风气被指始于江泽民江泽民,被指有四大情妇宋祖英、李瑞英、黄丽满、陈志立,全都凭借江获得重用。 将最爱的情妇宋祖英官至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团长,享受政军级待遇。 将另一情妇陈志立先后被江提拔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教育部长、国务委员、中共人大副委员长官至副国籍,曾任江泽民秘书的黄丽满在江上台后。 先后被江提拔为深圳市委副秘书长、广东省委副书记,并兼任深圳市委书记,并兼任深圳市委书记,广东省人大主任官至政省及四大情妇之默李瑞英,则指任中共央视新闻中心播音部副主任江泽民心妇,前中共常委周永康被指至少有29情妇,其中一名央视名主播,被提拔为中央政法委信息中心副主任。 综合媒体报道,床上培养女干部的高官,还有许多江苏南京市委前副书记,市长纪建业包养了多名情妇,其中包括扬州市政府办公室女打资源,日后被提拔为市发改委副主任纪建业。 在扬州任职时,还将一名市委招待所女服务员提拔到寿西湖景区管委会任职,与既建业搭档的南京市委前书记杨卫泽其情妇是于敏燕,被杨提拔为江苏无锡新区宣传部部长杨卫泽被查后,他也被带走仕途戛然而止。 中共广州前副市长曹建了,被揭其至少拥有11名情妇其中的一名情妇,是袁天河区人士局科源鲁瑜,他们之间保持不正当关系。 达七年至2011年鲁瑜,已升至湛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近身副厅及中共广西百色市政协原副主席,百色市总工会原主席李廷荣,被通报的首条罪状是干预,插手下级工会的换届选举工作指令。 提拔其前赴中共安徽省,宣承是袁市委常委,副市长赵曾军在担任继西县县县长时,对一位20岁的美貌情人的许诺,要让他当乡里的一把手,当县副联主席赵曾军。 说到做到,这个女孩子,很快便当上了乡党委副书记,不久就当上了乡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县副联主任,当赵曾军,升任宣承是副市长后,这个女孩又被调到市人大当关。 中共湖北省京门市市委员书记焦俊贤,也是在床上培养干部的能手。 她的情妇陈丽媛,是三培女,为了培养,她教书及指令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为这位床上培养的干部苗子伪造了假档案。 正是党员,政科级干部,大学本科学历三人一起,把她排到了该市开发区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三个局的副局长的位置上,被判刑14年半的前云南省委副书记求和,被曝本身是权策交易或其提拔的23个党政系统,女下属,均先要和她发声关系。 求和曾在江苏最早公开搞五毛党,被网友称为五毛鼻祖,五毛之富具。 称求和在向中纪委交代问题时,亲笔写下她在昆明市委书记任上,与她睡觉的提拔的23个党政系统,女下属的名字,这23个女干部,现在有一个统一外号。 求宝宝通常都是她在办公室,找女干部谈话,谈完话后,就到办公室里间的卧室睡觉,睡过觉的女干部都得到提拔。